甲状腺弥漫性的病变是怎么回事 如问医生特要专家赵谦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壳 副主任医师 甲状腺弥漫性病变是甲状腺的一种病症 临床上甲状腺弥漫性病变 常多见于节节性甲状腺种 甲状腺癌 乔本式甲状腺炎 Grives病等等 这四种疾病都可以引起甲状腺的弥漫性病变 首先根据腺体内是否有节节 可以将节甲、甲癌和乔本式甲状腺炎 Grives甲抗区别开来 乔本式病和Grives病 由于具有甲状腺均匀中大 密度均匀减低 没有腺体内更低密度的节节等CT特点 不难与甲状腺癌和节甲相间别 节甲与甲癌虽然有甲状腺弥漫性的增大 密度不均匀 但伴有腺体内多发的更低密度节节 节节边缘模糊且密度不均 常伴钙化以及多发囊变区等CT表现 进一步可以通过甲供和同微素功能显像 来将乔本式甲状腺炎和Grives病进一步区分 并分别进行治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